阿彌陀佛 首先,先谈一下菩萨界的根本精神 几分钟,我们再继续来解释戒条 那菩萨界的本质 就是我们一定要尽量 使我们的任何思想语言行为 都不要去伤害到任何生命 这个一定要记住 这是菩萨界的本质 不伤害任何生命 以这个为本质 再进一步的 尽自己所能的 去帮助所有人 去帮助所有生命 各位要把它 完全地记下来 不管再发生任何状态 绝对 绝对 不报仇 不伤害 包括一只小蚂蚁 包括今天盯在你身上的蚊子 已经使你痛了 痒了你 都不能去伤害它 所以进一步还要同情 他在恶道受苦 在畜生道 所以去帮助他 那是各位都已经会 死死焉共了 我们一般人都想到鬼都会怕 这也是失去菩萨的本质 所以菩萨的本质是 我们只想到他的苦 而没有想到我会怕 或是我会受他伤害 既然他在做轨道 那我们就用尽办法 给予他需要的 他需要食物 他需要药物 他需要衣服 房子 更重要 还来教化他 归依受戒 能够发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将来能够成佛 这就是菩萨界的本质 也是一个修行人 甚至各位的所谓的好人 好人 基本上不会报复 不会伤害 只想帮助对方 那菩萨界的核心呢 你就要成为别人的模范 成为别人的典范 那就基于我们 对诸佛菩萨的信心尊敬 以及对众生的慈悲关怀 所以而来学佛的慈悲 而成为别人的相信 归依学习爱的对象 所以说如果你的父亲 是这样的人 你会觉得很有 很光荣 是如此 所以 当然这个世间 有很多厉害关系 但是你认为 你是个受菩萨界的人 绝对不能说 有个观念是 他是我的对手 他是我的敌人 不能有这个看法 是去藐视对方 侵蚀对方 这个心态不能够起来 所以不管那个生命 对我们有没有帮助 你都不能产生分别 亲事或是对立的观念 甚至一个现实来讲 是说 我去帮助他 对我又没有好处 所以我不想去帮助他 那甚至把对方 当作是一个对手的话 那就违反了菩萨界的精神 就算你年轻 在交男朋友 交女朋友 对方在跟你抢 抢你的男朋友 你都不能生起那个心态 说对方在 抢我的男朋友 女朋友 在抢我的生意 因为起这种对立的心态 你就 就完全 失去的时候 利益众生 菩萨是 什么都以别人为主 别人第一 两个人抢一个橘子 那你做菩萨 你不能抢 你只能退 给他 这个叫修行 修行不是 我很会打坐 很会念经 我把地藏经 倒背如流 结果去抢橘子 抢了个饭菜 所以那完全就跟你 菩萨界没关系 工作 我要加薪水 地角 我要升官 但是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世界 你从新闻媒体看到的 就是落落强死 所以这一点 少看为妙 我师父教我 就看标题就好 看标题 如果你去看新闻节目 深入看那时候 你心里会乱掉 然后以后你变成习惯那种 称恨对立 对你是伤害的 所以修菩萨道人看到 一只动物在被杀 一个人被看不下去 因为看不下去 很痛 但是如果你看得下去的话 这样很小心 代表 你有这个对立的心态 暴力的心态 你去看人家打拳击 很精彩 他是权王 那你的心态已经有问题了 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悲悯心 不忍众生苦的心不见了 甚至你的语言开始 就会有杀伤力了 你的行为就会偏颇了 当然菩萨看到这一些 自己要警惕 替对方忏悔 都回向给对方 自己发愿绝对 不再犯 比如说菩萨看到别人 在恶口骂人 很难听 那菩萨自己就发愿 我生生世世 宁可嘴巴烂掉 不恶口骂人 这样 然后发这个愿 不然的话 你就不能成为别人 学习的典范 菩萨是人间塔 一样人间的 一个光明塔 让别人找到希望 找到希望 所以在《优婆式戒经》里面说 真实受菩萨界的人 部分在家出家都可以收弟子 因为你可以成为好老师 所以这个世间 如果要以出家人做典范的话 恐怕 现在世间不一样 现在这个世间 都是以这个社会的成功人 做学习的对象 所以现在事实上 很多在社会上 知名度很高的 甚至事业做得很大 都是佛菩萨的画现 这些画现 让我们觉得 他的道德 他的金钱 他做事的 帮助众生的方法 超过于出家人 都超过了 所以 那当然菩萨的意思是说 不管你在各行各业 做什么 你都 做到让别人 如何去 佩服你 学习你 特别是 现在大家都是看新闻媒体的 也不是在家里看佛经的 所以 你现在的菩萨 他会去视线成一个 在家的 或是 不见得是说 有钱 十块钱 煮碗饭 给很多人吃的老菩萨 反正他知名度 超过很多道场了 很多道场了 所以 很多人认识 德列萨修女 超过于认识 圣母玛利亚的事迹 所以 我们 我们华人 中国人 对孙中山先生的认识 超过更多的宗教 所以 这是一种思想 而且是一种 我们所得到的 都是一个 美化的思想 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把这个人 美化掉 然后让大家去学习 所以后面 这个21条 就是要特别告诉我们 就不能有这个对立 所以我们念下第83页 第21 称打报仇见 若佛子不得已称报称 以打报答 若杀父母兄弟六亲 不得家报 若国主为他人杀者 亦不得家报 杀生报生 不顺孝道 上不顺孙如病 打拍骂如 日日起三夜 口罪无量 况故作亲逆之罪 而诸家菩萨 无持心报仇 乃至六亲中 故报折 焕清够罪 所以这一条都要把它 放在你的心里面 成为你生命的精髓 生命不是这个肉体 生命是你的行为 思想 悲心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没有报仇这两个字 没有称恨这两个字 就像人家杀死我们父母 我们都不会报仇 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父母 这是他是这个因缘 所以若佛子 愿意做佛的心子 做佛的儿子 做菩萨 不得以称报称 别人生气我就生气 你骂我我就骂你 以报 以打 报打 所以就算有人杀死 我们父母兄弟六亲眷属 不得报复 不得家报 乃至我们的国王 为别人杀掉 我们也不能为这个国王 去报仇 去发动战争 所以不然我们杀生 然后我们去报仇 这个就不顺 孝道 因为众生都是父母 而且 做过菩萨不要去续养奴碑 为什么 因为你续养奴碑 你就想认为 你高他一等 你就会打他骂他 看不起他 就像各位看到很多外老 被他们的主人打 也有看过很多老人 被照顾的人打 对不对 就是恶性循环 所以尚不顺奴碑 打拍骂乳 不然你就 很容易天天都在起三恶业 为什么 骂 骂你的外劳 骂你的职员 所以做过菩萨 不想要去做这个位置 免得你很容易开口去骂对方 日日起三夜 口罪无量 何况故意去造前面的七逆罪 杀父母 出佛身 血破合身 所以如果一个出家菩萨 没有修慈悲心 还竟然想要去报仇 的话 那乃至在六亲里面 顾报着 所以 有时候为了抢财产 老实说 这个这个 我有一次去祝念 然后就看那个相片 好像那个气孔流血一样 后来一问之下 是因为这个老人家死了 他的儿女就为了抢财产 在吵架 父母就会气孔流血 所以 年纪注念的时候 都会有这种感受 所以 这样你就违背了菩萨界 犯轻构罪 所以各位 你现在一听 你心里要做个决定 佛教里面的怨跟戒的意思是说 我从今天开始 别人杀死我儿子 我都不会想报仇 了解吗 你要自己发怨 如果你只是听 这个法没有入你的心 那就得不到戒体 所以什么叫大乘经典 都叫戒体 你看任何一部大乘经 不管它写什么 你都要完全接受 一教奉行 那这个叫读经典 得到戒体 所以所有的戒律 是从经典里面 论 这个经律论 这个论是在讨论 佛陀所讲的真理经 然后再把这个经成为行为的实践 跟心灵实践 叫戒律 世上它是一体的 所以读诈圣经典 就要马上融入在你的身心里面 本来你是个会生气 会报复的人 这一段一看完 你叫法院 打成 把我自己打成肉酱 我都不会报仇 不会家暴 只想要去帮助对方 也不想做一个高高在上 甚至去命令别人 打骂别人的人 放过来 二十二 交慢不请法界 若佛子初始初将未有所解 而知是聪明有志 或是高贵年术 或是大幸高门 大解大福 大富饶财七宝 以此交慢而不知受先学法师经历 其法师者破晓性年少 悲门贫穷下见 诸根不拒 而时有得一切经历净结 而心学菩萨不得观法师种性 而不来之受法师第一异地者 犯轻够罪 那出家未满三年 都叫初始出家 那在佛陀时代就比较痛苦了 佛陀时代有种性 像释迦牟尼佛是差地一种性 所以他的很多堂地的都来出家 那个时候剔头发的优婆离 优婆离持戒第一 他是首头罗种性 最糟糕的 皮肤黑黑的 结果他来出家以后 后面的七个高贵的王子 佛陀的唐兄弟也来出家 那先一样去拜他 他们就翻脸了 这意思 自是为我是大幸高门 我比较有钱 那这样就学不到 他不知道优婆离尊者 因为他是剔头发的 所以他学戒力 像头发一样的维系 所以叫慈戒第一 但是他们居然看不起优婆离 但是佛陀就说 如果你们不能去供养 就顶礼优婆离 你们就不能出家 这就调伏他们了 所以意思是说 刚出家也好 刚学佛也好 或享受菩萨戒 我们要很谦虚 不要自以为聪明有智慧 或是说我年纪比较大 出生好 或是我福报大 了解多 大富财老 七宝 以此交慢 而不自受先学法师经历 比我们学的比较多的 法师也好 菩萨也好 对经典 对戒律的了解 所以乃至这个法师 他种姓不高 是小姓 年少 悲门 贫穷下贱 诸根不拒 就像周立盘陀 但是真实有德行 他一切经典戒律都了解 那这些心学菩萨 不得观法师种姓 你不能看到出生 是因为他懂得比你多 你就要跟他学 因为这样就不来 不此下问 不谦虚 不自受法师第一地 修行佛法 就要看到真理 真理 空性 所以各位老师说 现在你做老板 做皇帝 做再怎么样 这些都是世间法 都是败坏无常 带不走 所以唯有你能够解脱生死 那站在他身佛教讲的是空性 什么叫空性 你被骂 被杀 得癌症 你心里都很平静 这是第一题 在高的地位 在卑贱的地位 那就只是一个感受现象夜报而已 你能够了解这个真相 由地意地对空的了解而了解 悲心才是我们生命的本怀 对万法的平等跟慈悲 这个要抓住 所以那我想各位去亲近 学佛比我们九部分在家出家 你一定要学到他身上的优点 他比你懂的那一个 那你千万不要放弃 在这里面假设有三百个人 就有三百分优点让你学习 那你要去观察 如果不这样做 傲慢 交慢不请法 那我们就犯了清购罪 第二十三 第二十三 交慢必说戒 若佛子 佛灭度后 欲以好心受菩萨戒时 于佛菩萨形象前至世受戒 当已七日佛前忏悔 得见好像便得戒 若不得好像 因二期三期乃至一年 要得好像 得好像已 便得佛菩萨形象前受戒 若不得好像 虽佛向前受戒 不明得戒 若先受菩萨戒 法师前受戒时 不需要见好像 何以故 以示法师 师师相受固 不需好像 是以法师前受戒时 既得戒 以身至众心固便得戒 若千里内无能受戒时 得佛菩萨形象前至世受戒 得佛菩萨形象前至世受戒 而要见好像 来问 来问若经义立意 轻心恶心慢心 不依依好答问者 犯轻垢 若受菩萨戒的佛子 像我们现在 末法 佛灭度以后 只要有一个好的发心 要受菩萨戒 就算没有法师帮你传 你可以在佛菩萨形象面前 自己发示受戒 那怎么做呢 就告诉我们 在七日前好好地忏悔 佛前忏悔 然后呢 忏悔以后 愿自己得到菩萨戒 那有些会做好梦啊 有些会看到佛像在眨眼睛啊 有些感受到什么特殊 真的有 我听了很多很多很多 像我这辈子 真实对那些神像有信心 是因为我去内湖什么太阳堂 我朋友在拜前面的太阳宫 我跑到后面去派太阴娘娘 结果我就看到他眨眼睛 然后我又在看他又在眨眼睛 然后我就找去庙公社 你们那个有机器 在拜就会眨眼睛吗 他就看我一眼 你说你是头部有问题吗 我说我看他眨眼睛啊 然后他后来他去拔杯 他就跟我说 真的给你眨眼睛 所以我那时候就来说 真的有神 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有神有神 那时候我的朋友就成为太阳宫的鸡童 成为鸡童以后 他就告诉我很多 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我那时候就信进去了 真的有神 真的有因果 明天股票几点我都知道 但是我从不买 买了绝对就没有用了 所以我会一直问 但是我认为这是入道之门 因为我以前完全没这个想法 我以前还参与了其他宗教 包括天主基督教 但是这个也是一种入门的好象 但是如果受菩萨界 当然有更多更多的好象 你可以感受到 包括忏悔业障 也会感受到好象 所以有一次 我在处理一个复杂的事情 那我有时候处理不来 我只会跪在观音菩萨面前 忏悔 礼拜 然后呢 请佛菩萨加持 要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 结果前面摆了很多本书 突然有一本书发亮 就三个字就像闪光的亮 那三个字是什么 慈悲心 我们有一个慈悲心讲义 这个也是个好象 原来佛菩萨告诉你 你就用慈悲心去处理就没事了 真的后来就圆满了 也没什么 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自己的感应 你才不会退转 那特别说菩萨界 就有很多不可思议的 只要你很认真 得见好象 你就得戒了 代表你得到戒体了 所以每个人都有 下回我们来谈感应 你感到什么 感到拉肚子吗 或是你见到地上菩萨 有些人都跟我讲这些 若不见得好象 继续努力 第二个七 第三个七 还是一年都在忏悔 这个是很虔诚的 要得好象 你就得戒了 如果你是在佛菩萨 所以我有一次去五台山 那个最庄严的一尊文书菩萨 好大好大好大 结果我在那边摆 就觉得他的脸变真的 这个也是个好象 甚至有时候哪里发光 然后你就会很虔诚 所以我每次跑到五台山 我一定会跑到那个寺庙 那个佛菩萨面前 坐在那边 看他脸会不会在讲话 至少我有一次经验 至少这是一种加持 所以受戒也一样 忏悔也一样 或是你读经典也一样 所以若得好象 便得佛菩萨形象前受戒 若不得好象 那就不叫得戒 但是如果像我们今天这样传戒 如果在有受过 今天现场有很多法师 都受过菩萨戒了 山坛大戒都受过菩萨戒 特别受的都是十重四十八轻 所以就不需要见好象 何以故 因为我们这些法师 就是从和尚和尚他们 老和尚一直传下来 师师相受 不需好象 是以法师前受戒及得戒 所以只要升起自成 敬重戒律的心态 便可以得戒 那特别现在因为有网路 所以很多人说 网路可不可以得戒 那你只要升起自重心就可以 因为是直播吧 所以这一次是因为这个因缘 所以若千里之内 没有能受戒的法师 只能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 自己发誓受戒 而一定要见到好象 但是话又讲回来 如果一个出家法师 自己认为自己了解经典戒律 了解大乘佛教也学过戒 然后就跟这些高贵的国王太子百官 喜欢跟他们交朋友 但是如果一个菜鸟 心学菩萨来问 他就懒得跟他说 交慢 来问他经义戒律 他以亲事心恶心傲慢心 不认真地回答 就犯轻购罪 所以意思是如此 所以我想各位 不论说我们是法师不法师 只要别人问我们 懂的 包括说 今天要心殿 请问哪一条路怎么走 我自己载你去比较快了 对不对 真会碰到这些好人的 所以那有些人就不理你 那有些人就是 那我们学菩萨界的 就应该你竟然问我了 我就问我不懂 我也帮你问清楚来回答你 应该学习这种习惯 第二十四 第二十四 不许学佛见 若佛指 有佛经律大圣法 正见正信正法身 所以我们学大圣佛教就是希望能够了解佛陀的法身 乃是我们的佛性种子 所以要努力去学 然后反而去学一些 个人解脱的 甚至有些人去研究算命 研究什么 这些外道数点 或是觉得很盛生的经论 以为他喜欢 这样就是断掉佛性 因为你不去 学佛是 你找到佛性 世界就变佛法 那是什么 你用佛性的智慧眼光去看待世界 你就看到世界的真实相 而不是有分别计较 所以 而不要去学这些 离开 开发佛性的 那是实践佛性的 这种修行方法 不然的话就是断佛性 葬道因缘 就不是行菩萨道了 所以如果故意这样去做 就犯轻垢罪 所以我们一定要自救 也能救他 如果你找到了你的佛性 悲心 圆满菩提心 你也可以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 第25 第25 不善之重罪 若何此 活灭后 未说法主 未行法主 未生法主 教化主 作禅主 行来主 因身慈心 善何斗送 善守三宝物 莫无度用 如自己有 而反乱众斗争 致心 用三保护者 犯轻构罪 特别是对出家人 或是管理寺庙的人 现在我们不是光寺庙 道场 基金会 协会 中心 现在佛教有各种各种的名目 反正都是在做佛教的事情 这些做佛教事情 部分在家住家的这些领导人 就像我今天坐在这边 叫说法主 我们在管道场叫刑法主 或是道场的住持 或是你负责去帮人家住念 或是叫人家打坐的 坐禅主 或是在安排事情 行来主 那这些有影响力的部分 在家出家的佛弟子 都应该生起慈心 万一碰到别人在对立吵架 我们要如何和合 大家以这个善心 来守护三宝的一些 不要随便用 就像东西是自己一样 而为了达到目的 反正去造成对方吵架斗争 随便来浪费三宝物 这样就犯轻购罪 我想各位在做佛教的事情 部分在家出家 就要特别注意这个 好 第26 第26 独受力养界 若佛子先在身房中住 过见克菩萨比丘 来入身房 设宅成义 若国王在设宗 乃至下座安居住 及大会中 先助身应迎来送去 饮食供养 防射 卧聚 神床 木床 适事 给予 若无物 阴脉 至身 及男女